在南非西海岸附近 分布着几座贫瘠的化缸岩岛屿 这里却挤满了各种动物的巢穴 南非煎鸟夫为无欲此女 终日游走在生死边缘 它们必须依靠团结协作和妄国付出 才能使血脉成功延续 而对于用药来说 生存考验才刚刚开始 初次飞行的 很可能就会变成黑背鸥的煤餐 不过幸存下来的鸟儿们 将展开它们为其三年的海岸探险 在南非最富饶的海域 要找块陆地极为 动物成群的涌入少数几个岛屿进行繁殖 荒凉的孤岛集满了各种动物的巢穴 动物父母为之后代终日游走在生死边缘 它们必须依靠团结协作和妄国付出 才能使血脉成功延续 这些是南非最拥挤的岛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南非西海岸的一座小岛上 一只年轻的雌性南非尖鸟 面临生命中最重要的抉择之一 它今年三岁 大多数时间都和其他未成年的同伴 在近岸海洋流浪 现在它重返出生地 希望能觅得伴侣 并繁育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它能否成功繁育幼鸟 取决于对伴侣的选择 一只熊鸟殷勤的晃动头部 希望能赢得放心 不过它有争夺战异常激烈 这里永远都不乏追求者 尖鸟仅在南部非洲海岸的六座岛屿上 繁殖后代 而这里就是其中之一 这些坚硬的花岗岩岛屿 大多没有植物 光涂涂的饱受海风 烈日与海浪的侵蚀 它们在这里不用担心 陆地捕食者突袭鸟巢 也不用和人类争夺生存空间 但真正吸引它们的是 环绕岛屿的茫茫大海 南非的这片海域 受到本格拉寒流的影响 营养物质非常丰富 在春夏时节 海上盛行的东南风 会推动静岸海域的上层海水 向北移动 底层海水 过挟着大量营养物质 不断上涌 滋养了种类繁多的海洋生命 但随着海洋生产量的爆发时增长 南非尖鸟分支它来开始繁育新的一带 游动的海洋就像食物充足的储藏库 足以满足它们及其幼鸟的需求 南非尖鸟回馈自然的方式很特别 运用它们的粪便为自然补充养分 这个部落共有将近六万只南非尖鸟 它们的粪便也就是鸟粪堆积如山 鸟粪中富含营养物质 为周围的海水和岩石海岸带来了养分 把岛屿的边缘地带变成了生命的温床 其他一些鸟类用尖鸟的鸟粪筑巢 不与后代 这只年轻的雌性尖鸟经过慎重考虑 最终选择了万里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 这对缺乏经验的新宫夫妇 必须相互依靠才能成功辅育幼鸟 它们将面临各种严峻挑战 包括极端天气 空间争夺战 饥饿和不期而至的危险 南非尖鸟遵循一夫一妻之 一旦结合会相守众生 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育儿重任 海岛上空仍有不少南非尖鸟陆续返回 有些是从数百公里外的觅食地 长途跋涉而来 他们必须在骚动吵闹的群体中 找到自己的伴侣 低空盘旋是观察寻找的捷径 所有南非尖鸟按照同一方向盘旋 以免在观察地面时发生空中碰撞 一旦发现伴侣的身影 他们迅速选择一个落脚的地方 然后下降 这只熊鸟与伴侣一别数月 自上个繁殖剂分开就再没见过 他主要通过听觉和视觉寻找伴侣 但现在他的能力正面临考验 他以为看到了伴侣 本来是想降落 但是在最后一刻又飞了起来 这绝对不能出现差错 他最终选择着陆 可惜他认错了对象 在地面前行举步维艰 由此可见准确判断的重要 还好真正的伴侣就近在眼前 久别重逢的伴侣 开始令人感动得相认仪式 这种亲密的耳边撕摩游戏 有助于感情升温 对他们的繁育后代至关重要 他们曾经有过繁殖经历 对未来的艰难险阻也遭遇了重备 随着成千上万只南飞尖鸟前来筑巢 岛上空间变得寸土寸几 每平方米的土地可以容纳多达六个鸟巢 在许多海岛上 鸟群过度拥挤 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邻居 威猛霸道 南飞海狗也来到沿岛繁殖后代 它们有恃无恐占据了所需的所有空间 南飞尖鸟只能敬而远之 南飞海狗主要不是鱼类 但它们偶尔也会捕食较大的猎 过去南飞海狗会袭击南飞尖鸟的繁殖地 杀死大量的尖鸟 或使更多的尖鸟气潮 为了保护南飞尖鸟 动物保护区不得不派人 人为分隔两个屋中 好在南飞海狗稍加驱赶 就会让出空间 人为干预措施 暂时确保双方相安无事 南飞海狗主要栖息在岛屿边缘地带 以便下水不时 不过最擅长利用礁石海岸的 还要属非洲黑林 它们就像南飞尖鸟一样 每年都会返回这里繁殖后代 它们选择这座海岛 是因为食物唾手可得 那些被冲刷和吹送到海中的鸟粪就像天然肥料 为人称浮游植物的微小植物提供了生长所需的养分 浮游植物反过来滋养了历史的动物 比如在岩石边缘大量生长的仪贝 这些贝类为各种鸟类提供了圣盐 每公里的海岸线足以养活一百多只鲤鱼 而同等距离的陆地只能供养四只鲤鱼 丰富的食物资源导致繁殖鸟类之间的领地竞争异常激烈 双方短兵相结 速战速决 圣立方成功捍卫了他们在岩石海岸的地盘 他们来之不易地筑巢地位置极佳 进水楼台 觅食非常方便 接下来就是他们繁育下一代的时间 南非尖鸟的生活要艰难得多 尖鸟夫妇必须轮流出海骨无尽时 留下同伴独自照顾巢穴 在回到岛屿的短短几周后 这只年轻穴鸟就成功产下第一枚卵 南非尖鸟的巢非常简单 就是在遍布岛屿的鸟份上堆起来的一个小巢台 这枚卵就静静趴在鸟巢中 大多数鸟类都是趴在卵上孵化 而所有尖鸟却是用脚踩着孵卵 当血液源源不断地流进脚鸟时 鸟卵可以持续获得温度 尖鸟夫妇会始终遵循伦斑制度 直到他们的幼鸟孵化 在有限空间内紧张局势日益升级 冲突事件层出不穷 同性尖鸟舰经常大大出手 为了避免竞争 海岛上的另一种鸟发展出了不同的铸巢策略 关卢瓷是南部非洲西海岸的特有物种 与南非尖鸟不同 关卢瓷常年在沿岛上生活 在潜水区域迷食 大多数鸟类都选择在食物充足的夏季 繁殖后代 在这座岛上 关卢瓷鸟巢显得格外引人住 它的高度超过2.5米 主要由树枝 羽毛和骨头组成 这支雄性关卢瓷正进行球外表演 如果它能赢得瓷鸟青来 它们就能像其他二十多队关卢瓷一样 在这个潮里安家落户 繁殖后代了 关卢瓷的鸟巢居高临下 能够有效避开地面的骚乱 但是对岛上的所有鸟类来说 最大的威胁来自空中 黑贝欧平常在岩石海岸 觅食一备 不过它们也会突袭其他鸟类的卵 或者幼鸟 毕竟它们也要养家糊口 面对这些心怀不轨 虎视眈眈的黑贝欧 南非尖鸟夫妇丝毫不敢钓鱼情形 经过一个半月的孵化 这只雌性尖鸟终于迎来了幼鸟的祸壳而出 虎鸟孵出三天后才会睁眼 此时的它只能完全依靠父母 这让尖鸟夫妇压力未增 从此它们外出骨 不仅要填饱自己的肚子 还要给幼鸟带回食物 在幼鸟孵化后不久 熊鸟捕鱼归来 这只雌鸟抓紧时间外出密食 不过它只有借助强风才能原地起飞 每个繁殖地边缘都有一块预留的空地 在没风的日子充当跑道 它必须先来到这块空地才能生空 前往边缘空地的路上是密密麻麻的鸟巢 为了不惊扰巢的主人 它做出称之为鸟会朝天的动作 它的这个姿势似乎在说 它在行进过程中会额外小心 虽然它早已做好预防措施 小心翼翼 捏手捏脚 邻居们在它靠近时 仍旧如临大地 这只鸡肠碌碌的年轻雌鸟很快失去耐心 开始横冲直撞 奔向空地 等它赶到跑道时 那里等待起飞的尖鸟早已排起长队 由于狭窄的翅膀是进化用于流线型浮冲前水 它必须利用奔跑来获得足够的动力和胜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海岛上空 南非尖鸟往来穿梭 忙碌不停 这只年轻雌鸟将在一两天后为幼鸟带回美味大餐 雏鸟拥出后 父母不仅需要捕食更多的食物 还要照顾它的起居 随着盛夏时节的来临 繁殖地变得湿热无异 由于岛上毫无遮蔽 温度开始急剧飙升 达到了摄氏40度左右 这只年轻的雄鸟正经受着耐心与耐力的双重考验 一周大的幼鸟毫无自保能力 只能完全依赖父母生活 如果没有年轻雄鸟遮挡阳光 它就会因为体温过高而丧烈 在年轻雌鸟外出觅食的四十多个小时里 它必须从不不理守护幼鸟 就像所有尖鸟一样 它自有去暑降温的绝招 几乎所有南非尖鸟都背对阳光 利用白色语口反射光线 它们喉部的皮肤很薄 具有丰富的毛细血管网络 通过吸动鼓动猴囊 让空气快速从毛细血管表面经过 能够降低血液温度 从而达到全身降温的效果 南非尖鸟凭借吸动猴囊的技能 来抵御苦热的天气 这只年轻熊鸟虽然毫无经验 但跪在意志的坚定 它将保护幼鸟安然度过一天 对幼鸟来说 这个鸟粪潮雪将是它未来三个月的家 这里的每个潮台 包含多大18公斤鸟粪 可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这一自然资源曾经面临严重威胁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 人们意识到这些岩岛上的鸟粪 是优质的肥料 据说鸟岛上覆盖着将近十米厚的鸟粪 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人们纷纷涌向鸟岛 大规模搜刮鸟粪